侯友宜六十出頭歲 從基層遠景一路坐到今天這個位置 社會歷戀人情世故 你跟周典論見面 你居然要周典論 打個電話給郭董 侯友宜為了要選這個總統 打個牌去 整個腦袋恐怖力 他說實在 我真覺得 我不是要換侯 我不是要害 要國民黨一定換侯 可是我說實在事後看回來 到今天 事情走到今天 侯友宜如果不要去動心 今天去選這個總統 他會正常很多 高師大的學生 都可以從IG找到郭董了 郭董坐在上面 電話都會響了 然後你找不到 你就是不想打嘛 好 覺得郭台銘現在很像一個 淘氣的小孩 就很假的你知道 就是說看侯友宜 這樣就把他招一下 郭台銘 那個侯友宜如果去過 郭台銘就去 你看羅志祥突然 昨天說要開記者會 今天又突然不開了 到底什麼原因呢 那很多人說羅志祥後面 是有韓國瑜 他跟韓國瑜很好 這後面有沒有韓國瑜 參與其中 韓國瑜的未必 因為真正跟韓國瑜好的 其實是王淺秋 但王淺秋今天有出來 有沒有要氣保 他是站在羅志祥旁邊說 他有沒有氣保 他沒有說yes or no 有沒有支持他 也沒有說話 可是在講這段時間 我想念一下 中佩軍臉書的一段話 我覺得這樣的話 看政黨 我們常常同意用輸贏去看 可是有時候在逆境裡面才能看到這個政黨的做的政治人物 有沒有骨氣 有骨氣的人 有骨頭的人 就算眼前他失敗了 他以後一定會再站起來 中佩軍寫的是這段話是這樣寫的 我們身在國民黨這艘船上 就算船生期的是鐵達尼號 黨公職明代 就是船員 救生艇不是給我們搭的 侯友宜現在當然不好 去年侯友宜最強的時候 多少人巴著侯友宜 當侯友宜民調掉下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國民黨裡面內部亂成這樣子 講羅志強我就直接用王金平 當馬王政政的時候 羅志強是炮手 這句話其實很簡單 王金平就是血中送炭 對侯友宜 羅志強對侯友宜就是若即下死 七月二十三都還沒到 七月二十三都還沒到 不是一直有至少兩個國民黨要選立委的市議員 已經夜奔敵贏了嘛 政黨論體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拿來當道德的帽子而已 這裡面其實你看到的是人性 我講的話以後你 你也可以去看民進黨 你也可以去看民眾黨 你可以看任何政黨 我怎麼對政治人物 從政的人能夠保持一個最基本的尊敬 我是看他在逆境的時候他怎麼做事情 愛情的人沒有輸過嗎 他也輸過 蔡英文有沒有輸過 他輸過 我講的這些人都是輸過的人 可是你怎麼會對這個人 在他輸了以後 經過挫折以後 你還能對這些人保持著一個基本的信任跟尊敬 因為我同時拿來送給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當然是逆境 逆境當然很辛苦 可是那個時候韓國瑜在逆境的時候 侯友宜也沒有雪中 這個這個字 這個就是侯友宜種下來的因果 對啊 當年的因今天的果 所以你看 可是對於 主持人我就沒辦法講完 對於此時此刻的侯友宜 當然是逆境 那逆境的時候 你才要證明自己能夠逆徵上游 你要證明給全臺灣的人看 你不要證明你有能力 你才有辦法重建信任 他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 可是就王金平 羅志強跟鍾佩軍這三個人來講 王金平不願意接主委 我知道原因 因為他沒辦法叫得動侯的團隊 就是侯自己的內部問題 自己要去處理 可是王金平有沒有去幫郭台銘 過年以後沒有 過年農曆年以後沒有 王金平 在這個時候說要幫侯友宜組後援會 當然是雪中通 因為他在你落水的時候 你第三名的時候 我還是我還是 我還是做做一個國民黨黨員 該做的事情 對照羅志強 為什麼我用那麼重 若井下石 其實我本來想用背後開槍 因為只有同志 你的背後 我們的軍人常常講 我的背是給我的同胞 給我同袍 我的同志 但羅志強這個問題 難道韓國瑜不能解嗎 因為你看明天是韓國瑜生日 我聽說他們今天晚上 他們要吃飯 他們一定會 但是從這道理來講 侯友宜已經之前都說 這就是侯友宜 他已經開一條路了 讓你去了 你都一直沒有去跟他 這是韓國瑜本的 這個就是侯友宜個人的問題 你應該送個蛋糕 這不是送個蛋糕的人處理的 侯友宜當年中的陰 包括他跟韓國瑜 包括跟郭台銘 尚一夫不是講了一個故事 跟周典論見面的時候 有一段對話 周典論跟侯友宜講說 你一定要想辦法處理 郭董的事情 然後侯友宜跟周典論講說 我已經打了六通電話 不是三通電話 好多 然後然後 然後侯友宜跟周典論講說 不然他是用台語來國瑜 我不確定 意思就是說 要不然你打個電話給郭董 叫他接我的電話 對 我說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要去求他們 但是說侯友宜六十出頭歲 你從基層遠景 一路坐到今天這個位置 社會歷練 人情事故 你跟周典論見面 你居然要周典論打個電話給郭董 高師大的學生都可以用IG打給郭董 郭董還拿起來看 對啊 不是 周典論跟你講這句話的意思 當然不是我打電話給郭董嘛 這是人情事故 那你侯友宜怎麼會去講這種話呢 侯友宜為了要選這個總統 他把整個搬掉 整個腦袋恐濕 你知道嗎 他說實在我真覺得 我不是要換侯 我不是要害國 叫國民黨一定要換侯 可是我說實在事後看回來 到今天 走到今天 事情走到今天 侯友宜如果不要去動心情 你選這個總統 他會正常很多 因為我們外界在看都覺得 好像郭台銘最近又被困起來 不管是獨立猜選還是等待換侯 你看連邱毅都跑出來說 侯友宜得不配位 就是因為他沒有驕傲的料 但是又很傲慢 包括去周典論這一場 剛剛東豪哥說 我打了六通電話 不是只有三通 但你看六月十號 郭台銘去高雄 還有更重要的任務 第一時間就跟周典論 有秘密的會面 這樣親疏遠近的關係 誰可以得到議長的明星 這不是很明顯嗎 郭台銘去是侯友宜去了 以後去的 那剛剛如果提到說 這個侯友宜請周典論說 不然你腳重的 我來叫他講 請問侯友宜上次打給 郭台銘六通是什麼時候 一個月前 已經一個月了 一個月打 然後六通沒有接 我上次有說 他六通是怎麼打 腳去沒接掛掉 腳去沒接掛掉 水靠掛掉就六通 就刷了一個存在感 高師大的學生都可以從IG找到郭董了 郭董坐在上面電話都會響了 然後你找不到 你就是不想打嘛 好 那他去找周典論 你可以想像那個情節 郭董一定問周典論說 那天侯友宜來跟你說什麼 他就說那天侯友宜來說什麼 這對這對這一個侯友宜來說 他算很兇的 侯友宜可能有可能去叫周典論掏心掏肺 你知道嗎 他說我希望你支持 我外圍出的 郭董都怎麼對話 對話 怎麼怎麼 叫周典論 全部都跟郭董說 我告訴你 跟侯友宜來這裡 說什麼 你嫁夫的 你什麼 跟我說到那些什麼 警察姐的影響 上面侯友宜說他在看漫畫 郭台銘 在看漫畫的 什麼 臺北意義的 一本車 我們這次侯友宜在處理的 什麼影片 首發裡面競選影片第一支 十字發生 十一點發生 十二點 報一台 我的競選廣告第一篇 就說警察 他裡面幾個重點而已 他說以前要衝的時候 我都衝第一 我的董事長 我以後都衝第一 重點來了 我衝來不要去 穿這段到 都是後面要衝到 我太厲害了 我整頭到最後 我的名義 我的什麼都衝到 到最後都把國籍 我都沒有事情 你站在那裡 我都沒有 我衝第一 我絕對不會衝第二 衝第一 結果後面去衝到 有這個邏輯嗎 就他一直重複在講這個 這個事情 他每一次演講都講 就講說什麼 他去抓什麼 詹龍男 就要抓陳辛發 突然想要坦克的車 去弄那個鐵門的故事 他都在說這個 其實侯友宇 他談這些事情 對郭台銘來說 郭台銘現在 我覺得郭台銘 現在很像一個 淘氣的小孩 就很狂的你知道 就是說 看侯友宇這樣 就把他抓一下 這樣 郭台銘 那侯友宇 如果去過 郭台銘就去 譬如說 侯友宇去看 昌麗珊 郭台銘就說 不然我來看 張榮衛好了 那個 陳普說你沒有載到這裡 我就去給你看 因為他煮你就是要去 你就是沒辦法 你就是沒辦法去 去阿彌鴨 阿彌鴨 他去阿彌鴨 阿彌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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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次元 你跟我說 那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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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齪的 你有可能 跟白bin外面歪歪歪歪歪的 你知道嗎 所以對郭台銘來說 他可能來行的 就知道阿彌鴨 帶你去幾 DON 來 downstairs 第一檔 在第一檔 是輸出基的 蝴友宜可能是不會先跑去輸掉 所以這種妹妹 跟郭台銘來說 他不急 郭台銘根本就不急 因為法定開始連署是八月九月 就中秋積過之後 還要交連署書而已 所以郭台銘一點都不急 他就看蝴友宜繼續務 當然現在就包括柯文哲的因素 都出來了 其實現在國民黨的支持者 陷入兩難 要不要打柯文哲 這很重要 要不要打柯文哲 打了以後 林鄉還要合作 如果現在不打柯文哲 侯友宜繼續往下 所以現在這些小雞也其實面臨了這些困難 那我再講一個 如果郭台銘現在開始啟動 國民黨小雞的伏選怎麼辦 郭台銘再說 你要掛槍棒 我幫你掛五十塊 你把我抓你的胸皮掛掉 這樣有沒有違反特技 沒有 現在要整合郭台銘嗎 侯友也沒有整合郭台銘嗎 所以郭台銘叫郭時會 兩個掛掉 因為這樣有沒有違反黨籍 其實那也是沒有 郭台銘掛掉柯文哲有沒有違反黨籍 好像也沒有 因為都要整合 所以對這些小雞來說 他也有可能左邊柯文哲 右邊是侯友宜 還有郭台銘 侯友宜 這都可以 所以你說朱元有告辭的話 就直接寄出黨紀除分 說只能跟侯友宜拍照 誰都不可以 這樣可以 這樣就頂下去 之後就是沒有整合 我差一句話 為什麼不敢 送個候選人給柯文哲 到時候被吸血 他們互稱之後 他可能就掛民眾黨的了 對 所以這個謝謝小雞 也面臨這樣的一個困境 因為柯文哲對他們來說 好像好朋友 又好像不是朋友 好像是情人 又是前任 就是搞得很複雜 搞不清楚 這個又有在挨 還是不挨 還是又在挨 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 對這小雞來說 所以什麼 羅志強 也怎麼說要開 也怎麼搞不清楚 其實他們怎麼有開記者會 說得到三十分前 他的邏輯都說得很清楚 他的意思是說 我沒有能力 朱立倫也沒有能力 大家都沒有能力 反正就是這個社會 最後決定要支持誰 我們就靠過去那邊 重點是要能夠政黨輪替 重點是不一定要 國民黨的孫總統 跟準 paragraphs